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的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 今天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 热烈庆祝八一建军节 下午5时在欢快的迎宾取声中 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大厅 同1700余名中外来宾欢聚一堂 共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